在1970年 當我還是20歲出頭的時候 就修讀了夜間的平面設計課程 當時學習了點線面的概念 這三個元素是平面設計的基本形象 也存在了所有藝術裡面 無論是繪畫、建築、時裝等等 積點可以成線、積線可以成面 雖然我已經用了點線面這麼多年 在我廣告、平面、產品等方面的作品裡面 但我最近才發現開始畫畫的時候 靈光的時候 原來透過這麼簡單的元素 可以構造了無窮的藝術宇宙 每次我揮動畫筆的時候 都是情感和想像力的真情流露 沒有經過任何過濾 很純粹的、很直接的、很純粹的呈現 每幅畫都是一個獨特的境界 裡面融合了理性和抽象、秩序和混亂 透過這個在體 我在創作、在畫畫的時候 我簡直是一個有少許虛脫的感覺 找到自己真正的自由 我是忘我的 可以讓我找到一個超越生活界限的境界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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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方